新竹傳輸了溺水意外 在今天中午 一名六歲的小男童跟九歲的女童 到新竹關心的牛蘭河玩水 沒想到竟然溺水 被家人發現的時候 兩個人已經浮在水面上 緊急送醫 目前的兩個孩子都已經恢復了心跳 目前還在醫院救治當中 六歲男童躺在單架上毫無反應 救護人員急忙用CPR搶救 男童的母親在一旁交集 不斷喊著孩子的名字 另一位九歲女童情況同樣危急 也被送上救護車進行急救 這兩個孩子在中午的時候 偷偷跑到新竹關心的牛蘭河去玩水 家人發現到他們沒有回來吃飯 四處找人 之後猜想會不會跑到河邊去玩 趕緊到橋上查看 沒想到看到兩個孩子已經溺水 家屬在急診室外心急如焚 因為兩個孩子被救起來時 都沒有了生命跡象 所幸在急救後 雙雙都已經恢復呼吸心跳 但還是需要持續救治 現在家屬只能等待 希望孩子能夠度過難關 儘快醒過來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